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ag可能还在农场农场的附近就两个人在搜 两个人往里面慢慢地递进 但现在你看到他们四个人直接是把删给查 可能因为今天的航线是农场首先是可以直达的 并且也是在航线的始端 期始端 是的 所以他们搜索的这个时间会比较的快 这我有发现说之前就是被SMC抓单的那一把 我们是令和酷酷两个人守的军迷点 但今天有一点不太一样 换人手了 是这个样子 美滋滋刚才给了个镜头 现在只要散面探出去就可以看到 看不到 这个美滋滋是在山的另外一边的被迫 这个山应该是可以带很多支队伍 如果是决赛圈的话 但是眼前来看 在前期这个踩山留一两个就足够了 尤其在这边赶人的一个状态 我们得等待二圈的一个位置 我才想二圈如果往矿场这边 或者是往南部的还好 如果一旦往北边 就是拿了一个激震附近 或者靠近隆挤山的位置的话 这个时候其实就要看谁动得快 因为如果是刷激震隆挤山这边的圈的话 其实像我们速度很快 涛博然后我都是有比较高 是的 我估计可能很多队伍都没有想到 邀请是吧 在我们的披城后面的山 对 靠近二圈山的位置相遇了 他们在那里相遇了 其实也是比较巧妙的 很少我们看到他们在这里相遇 已经看到美滋滋了 洛生位 说明警惕这边有人 小兵这把的备弹十分的充足 应该暂时就是一十万会儿 应该不会问队友要这个子弹了 是 但是由于刚刚打了之后补掉 所以说没有第一时间出枪 他一定要四季待发 一定要找一个连打带补的机会 知道这里有信息的 看一下 有的时候有一种玄学 就是你看远远的看到这个选手 他露一个头 你就能感知到他是谁 对 就是经常都会有 还记得那天 另说那是天霸的领域 对 就是非常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比赛打多了之后 你在这里经常碰到这个人 对吧 你自己心里面就有感觉了 比如说居密跟马枪的不解之缘 是 对吧 我想先拿把枪去那蹲他 对 结果马 是 我们现在依旧是房顶 房顶是这把占了另 以往好像酷酷上房顶的次数比较多一点 但这把好像酷酷的这个枪上来讲 他说M4在看 套博这边 车开到近点了 应该只是来探一探一探一探 对 因为他的那个炮台 应该也是比较好的点 白猫 他这里拉了一个蹦步过来 是一个人拉过来了 奥坑里面应该不会探出身位探的太多 所以酷酷在这里是一个等待的环节 南北两边的信息现在都得收集 我们得时刻提防着二圈的刷新的位置 二圈很快就要刷新了 北边的话 GAME5跟AGFOX他们在那里遭遇 来看一下二圈怎么给到 很关键 我们的位置应该不会偏离二圈太多 是一个究极难切 我的天哪 这个圈把LK盘活了 这个圈 说实话有点搞人心态 是 对吧 还是一个小阴阳 我们会顺位不是很高 可能要等Fanpass GCR他们先动 是的 那反倒是GAME5跟AGFOX 这两支队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排除到他们了 他们已经很难了 矿场的位置已经被挤满了人 中间我们可能会从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转移路线 应该是上矿船的半山腰 当时要十个小心 GCR的马枪 GMI小心马枪 还有左边的山智你小心了 还行 马枪应该是经常一个人在这个山头探点 稳住稳住稳住 GMI没有机球包啊 这里要是被打了的话 伏击起来 算两个电脑包 比较难的是 涛博比我们先动了 因为其实我们是在差不多的顺位上的 是的 小心了 赶紧往下位移 涛博 涛博先来到了这边 小鱼 就是鱼村 另外一个鱼村 对就是鱼村 我们可能只能站山了 感觉对我们来说 威胁不是 哎呦 你别在这里别在这里撞车 是有点危险啊 我们正常开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 威胁不是很大 哎这边有来自谁的枪线 嗯 看一下应该是来自 JCR的枪线 是的 小心了酷酷 哎呦 左右晃一下 别打我 别打我 别打我没事 啊 拉到下面的背部了 但是上面还有HQ 啊 乌鲁偏风连夜雨糟了 前面还有涛博 君米可以吗 这得碰到二条 赶紧退去听个选手语音 我脸上两个过不了 掉一个 啊 这刀这刀这刀 那边只剩一个 撞了撞撞撞了 诶 里面是HQ 小心HQ 我先下风一道眼 不办法了 OK 两队人 眼睛 他就在哪 我想 Bran 哇 有个23 八分 становится 没有想到啊 刚才我说就 乌鲁偏逢连夜雨 本来是被J3扫的 其实酷酷有点心里慌张 刚刚好碰到前面有涛博 两个人重兵把守在这里 对吧 好在我们把 抱一下左上角还有几支队伍 左上角还有 右上角这个是 阶段 阶段二 也就代表着刚刚打的那么 四支战队被淘汰 全是双倍几分 我的天哪 不得了啊 这样的几波战斗应该是完全 改变了当前的一个战局了 不仅是四分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上场比赛拿到了20多分 获得胜利的涛博 直接被淘汰了 而且他们手里的淘汰分 可能不多啊 那稍微有点可惜 突然我们看一下这个圈形 再次的囊括一片水域 还在中间 这个时候刚刚丢失机会的LK 现在还是一个分战 这样的一个战位想要汇合 如果说 AG他也没有选择开枪 舒涵站这个位置 就是让他们走掉了 那AG一旦汇合 这个LK一旦汇合到了鱼村的话 这个点位 我觉得用固若金汤来说的话 也不足为奇啊 哎不对 不是这么说的 不管怎么说 我们看到其实LK 他在二枚标点的同时 就已经开始移动 迅速的集合 威放这边也动了 好 威放来了 夹在中间 他想在哪停 他有点犹豫 对啊 他好像一直在吊转水头 看一下这波精巧回放 看起来稍微有些混乱 但是在AHQ的眼里啊 这片烟雾弹内部 人可能会稍微有些多 是 看到这边 哦漫画被发现了 被打到一波半层 AG的球 他们在一个东部 是的 没错 这是在西部的桥头嘛 他们是刚刚放过了LK 放过了LK之后 RSG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阿家会顶着子弹 这是什么操作 原来他的队友 不会吧 他的队友已经往前走了 619从这个军事基地赶来之后呢 是抢战着 抢战战了这样的一个高点 把刚刚分得非常散的东城给解决掉了 带走了东城之后 我们看到RPG这边在悬崖边 他现在的这个位置是刚好夹在了AG和LK的中间 是的 但是他还有一个选择啊 他可以入合呀 他可以当一下这场比赛的航海家 毕竟我们看到其实 好几个全形都给到了一部分的水域 是的 航海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 但是游泳肯定是可以这个完美保护的 对 因为那个脚下可能没有船啊 是 刚给到 哦这边DKG 开枪吧 一仔 一把消音的Ska 直接是把对方打成了一个残血 奈何目标太多 619和DKG都有两名16岁的少年 是的 看到这边一仔 对面的16岁的少年天 哎在哪里呢 他刚刚好像打的就是天啊 两个16岁少年之间的battle 是的 另外一边呢 就是咱们渔村的battle了 AG Fox 今天已经拿到过一场胜利了 把刚刚一顿凶猛输出的 这个教练啊 GAME5凶猛输出的教练 给打掉了一名选手 辽九这边准备压到一个近点 阿南 想要捏一个圣抱 在脸上 哎 双方好像反应都出现了一个延迟 这是什么情况 阿南赶紧往后退 这个时候考拉顶到前面 已经倒了呀 移载这个位置架差可能没有办法给到太足的火力 他是打倒了一波病狂哥哥 但是自己的队友阿南也很难服了呀 潜下的位置非常的远 而且就还不是最关键的 大家注意一下右上角的小队图 RSG紧随其后 RSG他在等 还有机会等吗 公寓座桥不如等两个战队打完 我们先看一下第四个圈啊 看看会不会笼罩在这个桥 啊 果然还是没有笼罩在 把桥刷出去了 东边的桥头 应该是西边的桥头啊 这局的战队 我觉得现在比较主动的 反而是RSG啊 RSG怎么说呢 他刚才就是保留了自己的体力 没有去参与到这波团战 他就在等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的 另外我们看到这边AGFOX拿下鱼村之后 好像是把GAMEFAB给赶走了 GAMEFAB来到了这样一个VFOX 早早就占领住的骨仓 全员被淘汰了 VFOX已经是打赢了两波团战了 而且他打赢团战的地方 好像还真的就没有移动过 对 另外一边 弟弟 战据主动的弟弟 这是一颗雷配合着自己的UZ 团灭了AG的舒寒和九五 要知道舒寒和九五 在昨天两人同时登上了得分榜的一二名 对 个人实力是很强的 是的 而且在今天的两场 前两场的沙漠游动中 他们的手感是非常火热 是的 但我们看到这边LK依旧是保持一个分彩了 七四 要来了 七四应该要在这边做一些艺术的行为了 我们看一下他在这个假车库的二楼 看看要不要直接堵住AHQ 竞争和冬瓜时期前来保护方七四 直接保护住啊 来到自己的脚下 另外一边我们看到LG 此时此刻只拿到了一个淘汰 而且自己的身边就是那一只擅长正面的JC2 是的 看到这边DKG 哎 马上要进到一个圈内的位置了 全去防去了啊 这样的一个圈跟上一场比赛是非常类似的 都是一个阴阳圈啊 现在还是二分之一的水域二分之一的陆地 对啊 这样每次我们说到就一半是水域的话 其实呆的点位并不少多 而且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打的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就随时都会可能爆发一波小的团战 考拉看到三个人 这应该至少判断是有三个人 还是强行去追 因为潜下还在后点 这一波对于两只战队来说都非常的关键 强行往前顶 物不思 手机就在很高 DD和RPG都被打得很残 达到一个RPG倒地了 DD在后面 弹血一个非常快速的秒peak 再来换子弹 潜下当着你的面换子弹 没有办法了 加慧在身后补上了一波枪线 考拉这个侧点必须往前压近了呀 一打二 六颗雷 这个时候应该不是扔雷的时间 因为你很有可能会扎到队友啊 考拉 稍微有点危险 看一下怎么判断 DD在打包 潜下被补掉了 原来潜下是用自己的肉体吸引敌人 但是这一波对枪又是M4对阵UDI 这个时候换子弹在站起来PK波 最终还是被加慧带走了 在东边啊 占据主动的战队 最终是成为了东边的霸主 是 就是他真的是等到了 但是我觉得真正等到的应该是病狂哥哥 320米的一个远距离淘汰收分啊 拿到这一分 他刚刚卡在了一个圈边的位置 可以收集一下 而且他我觉得他可以等一下RSG RSG还在圈外 但RSG也没有 对呀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北部就有腰机和收集状态啊 其实来得非常非常的快 很疼 稍微碰一下你 很可能就直接把你淘汰 所以我倒是觉得DKG可以再架一下RSG 对 你在我们在上帝视角能够看得到这样是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的 那我们同样关注一下这个圈形要怎么 还是阴阳圈 还是阴阳圈 那这样的话整体节奏会更加快一些 场上只剩下八支战队了 JCR在一瞬间想要先去占领整个沙滩 这个想法很不错 但是要知道 在另外一个方向还有AG Fox Black 三指线拉到了一个圈内 我们看到风这边捏了一个顺报 弟弟和佳辉的这个 哦哦炸到了 炸到了炸到了 释怀最后一枪把佳辉收掉 那么RSG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在第八名 同时北边的ELG也是来到了VFUN的脸上 VFUN究竟能不能够在这个股仓再次成功防守住第三波呢 但是我们看到A6的这一波手雷是先手炸倒 阿炭 这是闪光弹 明皇闪光弹地扔出去了 一颗两颗 先来迷惑一下对方的视线 啊有的人觉得闪光弹扔出来之后是用来进攻的 但是ELG这边给我们展示了闪光弹啊 也是可以用来防守 防守的 那我们看到DKG抓住了这波机会 好像马上踢到近点了 但是VFUN想要往前走 A6右边格子在正面 北斋难以招架 我两个人的这个交叉枪线配合的非常到位 支撑阿炭和野马 穿烟先穿一个 但是没办法 对方火力很足 野马战场远点的他 火一把魅控十四 打倒一个换枪的一瞬间 AK反打又是一个 野马哥哥要站起来了吗 对方是个满血 还有一个金勉了 好 野马一枪爆头带走了程思一 但是最后金勉还在 金勉最终是被施怀给打掉了 离野马创造奇迹 就真的只差最后一个人头了 只差一步 风神只差一步 但是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DKG好像也是被穿掉了三个 只剩下小将天 天 现在自己身上的压力可能比较大 我们看到他其实目前还是在 东边 最圈边的一个位置 是的 天 可以像我的喉咙一样 暂时冷静一下 暂时等待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边的战火 并没有熄灭 HQ的风 还是在一个侧脸 在打马枪 HQ站在这个位置 不是刚刚V放的人吗 等于说他们把V放和ELG全灭掉了 他接管了这片区域 预防相争 渔翁得利 最终得利的是HQ 现在回忆倒地 而风一个人顶到了最前点 他是淘汰了马枪 世怀这边也被打掉了一点血量 回忆的那个位置 好像没有队友在身边 有有有 慢话来扶下了 对于HQ来说 他其实是有地方可以退的 有地方可以退 对他有防区的 退到了另外一个股仓 JCR呢 这个时候只能往前走 不过好在身后是没有人 因为本该站在他们身后的AGFOX 这个时候站了一个非常夸张的站位 我们目前在小地图当中可以看到 AGFOX站出了一个 我在整个PL当中第一次见到的钉字站位 也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圈形 能够给到他一个钉字站位的机会 是的 放出了戏言 这个时候队友都在打人 而他在钓鱼 其然 你看起来我在钓鱼吗 但其实不是 其实我在钓人 其实我在钓人 那另外一边 JCR好像真的要钓人了 王媛媛被回忆的一波三倍镜扫射 打成了残血 感觉HQ这把很猛啊 你看 原本应该进攻的JCR 因为这样的一个安全区刷完之后 反倒变成了这片辖区的防守者 那这样的防守者 他究竟能不能够守住这片天地呢 也是这场比赛目前阶段的一个看点 我觉得看一下 当前所有 战队的一个站位啊 我们看到右上角的这个小地图 HQ目前是一个满边 刚好卡在了安全区的边缘 而他们的脚下 四号编队呢 就是另外一支满边队的LK 现在城区内两支战队 打起来的可能性 我觉得不大 LK是一个三人名字 三人 刚刚呢 是经过了一波这个乱战之后 只剩下三人了 除了HQ还有一个满边是AJ Fox 那我现在觉得对于HQ来说啊 抓住这个机会从北边 这样的一个反斜坡 强行突进JCR 可能是一个好的办法 因为你如果要走南边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被城市内的人打 HQ现在时间可能真的不留 仔细看了一下 他好像在圈边呢 对回忆的那个角落啊 那个反斜坡好像还在圈内 对啊 但是问题还来了呀 有人发现戏眼望 有人发现了吗 谁在打他 我刚看到这个LK和DKG 这边有一条枪线 那应该很有可能是DKG在打他 要不就是吸烟在打别人 这个距离啊 DKG的天 这把大盘 好吧 没有什么关系啊 DKG被淘汰了 那这场比赛排在第五 近六天 LK还有三人 在此时此刻 他们已经拿到了四分 HQ满边拿到七分 LK和这个JCR也是三人 就现在来看的话 淘汰分达最高的是HQ 因为他接价概率比较高嘛 没错 因为他们正面真的是打起来了啊 我们看这个安全区啊 慢慢的收缩 收缩完之后 HQ只有一个小角落 没有选择主动来清理JCR这个方向 因为这个时候他要是出了防区 可就是会被JCR和LK全部盯上啊 同时啊 我觉得王源源手里的这把AWM 也是牢牢的限制住了 HQ 震慑住了 一般这种情况下 有一把身居 HQ选择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式 居然选择了去到对方的管辖范围内 直接被赶走了吗 没有 FOR YOU来了 风被赶走了 被打成了一波大惨 LK可能有一些慌啊 没有想到自己防守了这么久的一片防区 居然敌人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这个时候我可不会让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右上角这个圈形也刷新 再次的二分之一的水域 AGFOX的丁字战位 要成为了P1的绝唱了 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明场面经典战位 是啊 这样的战位在以后可能不太会出现了 很难见到 而且很有可能AGFOX能够凭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典绝唱战位 再次拿到今天的一场胜利 这样我们可以期待一波 同时我们看一下HQ开始转移 而且啊 这个AGFOX那边的物资我们是不用担心的 你看一下 大家细数一下 有多少车 空头还不算了 刚刚有多少个包 全部在这个方向 打了好几波战斗 而且是在第一二个圈 打他们的这些战队自己的物资消耗也不多 所以AGFOX在投授上 我觉得应该是保存量非常的不错的 对 现在不仅是588让我们看起来很有安全感 就现在点开任何一个人的背包都会让我们有满满的安全感 是的 但是仔细看了一下背包好像物资并不多 就94发子弹了 西宇这个是不是 一序是不是打的子弹太多了一些 但是就是打的子弹多 有收益就好 还看这边把王渊打了一波 惨死 直接站在石头上打人胆子是真大 你看啊 刚刚LK把防区放出来之后 反倒自己去到了一个非常边边角角的位置 非常的憋屈 但是好在自己还有三人 而且现在是阶段七 阶段八刷新完了之后的那个面积啊 其实是覆盖是比较大的 只要人数有优势还是能够创造一线生机的 那说到人数优势在目前还是会有一个两个满边队伍HQ和AG Fox 嗯 欧西炎这边先手放到了冬瓜十七 是的 呃刚刚自己的队友只有九十多发的被弹 我们看一下西炎手里握着三百多发的被弹 你倒是分一下呀 呃就这个时候怎么说 因为他一直是踩在这个钉子站位的钉 是的 所以他要回去的话可能就漏到了这个位置 有一定的距离啊 对不太好给 另外一边HQ终于还是想选择打JCR了 但你这个时候暂时去打JCR LK应该也会有机会吧 先看一下这边漫画来到了近点 一颗烟雾弹 完全没有办法防守住自己的身形 但是G秒AK 秒掉释怀 漫画现在只有86发被弹了 但是没有关系 继续地往前压制 三个人 三个人一起上 打王媛媛 王媛媛可是有掩体的 我觉得你们三个人不要冲着太凶 先用投掣物 反倒是王媛媛先一颗投掣物 直接炸到了风 HQ补上了一波投掣物 回头LK来了 你看 LK这个时候抓到机会了 回忆一个人守在了自己的屁股 另外一边冬瓜先穿一下 冬瓜看一下能不能装入机会 但是我们看到回忆 其实他这个位置已经不在安全区了 是的 必须要往前挺 LK 一颗雷直接滚地雷 落到了回忆的脚下 炸倒了回忆 FU这个时候也是倒在了前点 漫画把风扶起来之后 两个人想镇守北边 难度是相当的大 LK封了一波烟之后 继续地在房区里 穿烟 嗯 然后起司拉到进点了 好 竞争来表演了 穿烟 自己收剂状态这么高 强行往前打 爆头线描得非常的好 虽然最后不是一个爆头 但是也成功把对方收跳 侧点被抓到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风冬瓜时期 跳起来就是爆头一击 就冬瓜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兽机状态 我轻轻地吹口气 他都会直接被淘汰 那这刚可能就真的吹了一口气吧 反正现在啊 三支战队 九名选手 A.G.Fox站着这么一个好的位置 却迟迟拿不到分数 可能稍微有些着急啊 我看到这边LK是已经在 新耀街肉区之外了 但是他们要进来了啊 要知道LK这支战队 可是拥有着一个非常擅长指挥的七四 这名选手不仅这个雷 你让我夸玩呀七四 其实说以后在比赛场上质量不要夸我 我们复盘的时候再夸 是复盘的时候再夸 那么随着另外一边 呃这个战火啊 还没有打完 A.G.Fox也是把西边的JCR给清理的差不多了 只剩下释怀一个人 必须 那么这样的一个丁字站位 能否成为其他战队效仿的一个榜样 就看一下A.G.Fox 能不能够把LK和JCR给收掉了 但其实我们看到A.G.Fox 目前那个站位就是二二的分开 CCR的视环 哎你看这个二二分啊 真的是一个完美的诠释了 什么叫做交叉火力 两边集合火力 是的 又是一波专业 这边已经被带走 只剩下了一个竞争 四打一打一 嗯 好 四打一了 四打一 那你其实看一下 现在A.G.Fox 如果 这个次来还能给大家看 拓打一万一 相红的 好 再好 一遍 一遍 我们就能够 非常好 真的 再给大家看 这边 четы点 再对 一遍 现在 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